有市民響應網上號召 由旺角遊行到政府總部 紀念佔領運動將近一周年 幾十人在旺角行人專用區集合 高舉旺散和我要真普選的旗幟 也手持黃色燈籠 以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行政長官梁振英 還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紙牌人像 大批警員在場戒備 遊行人士沿著尼敦道 步行到尖沙咀天星碼頭 再搭船到中環 再行到政府總部 有參加者說 希望藉著遊行紀念佔領運動 呼籲社會無忘初衷 堅持爭取真普選